。 开心宿地张艺同佳妮偷情尖尖招上位。 网友入戏增道入骨。 讲的就是John,何其难事?和佳妮,成为其事。 啦! 詹妮身为人妻但却被夫偷使,瞒住老公龙力士。正是好事。同情夫将发展婚外情,还使出连串阴招于公司内夺取权力地位。 。 张艺同佳妮的恶行令到一般观众以及网民都看得好投入兼好肉紧,甚至有网民开post话述。 张艺同佳妮早日生爱自死,大家都闹得好赌呢? 。 张艺同佳妮瞒着李氏偷情。 张艺同佳妮瞒着李氏偷情。 张艺同佳妮只是政治婚姻。 。 任何人被闹还要这样举咒,都一定会不开心了,不过何其难知道网民这样闹他,就完全不介意,还话,演这个角色演到被人闹都开心呢? 。 。 现实生活中暂时就无被人闹过,亦不担心会被人闹,其实我已经做了好多这些角色,要担心都不是现在才来担心。 。 至于张艺同佳妮之后还有什么尖招,她说,暂时未知,不过处境巨衰极有的普得,不会太衰,看一下编程怎样写下去,编程好口蜜,讲一些不讲一些,我自己都好好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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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詹姆同詹姆被網民鬧爆。 陳偉琪也無視過因為演詹姆一腳出街被逼人鬧,他說:"反而是收到好多好正面的feedback,一些人又會走來叫我戲龍泰。 那在網上逼人鬧都開心的,即是代表我們做到這件事。 起南他教了我好多也,我成日問他意見,他又會早點反常同我對戲,真是好好。 他還透露詹姆之後還有好多尖招。 例如博同情,想大家不好抱他同江的堅情出來,有一集他想炒湯盈盈,結果被公司的人玩得好慘,大家看完一定會覺得詹姆都有今日啦。 詹姆成日都同大小姐鬥。 。 而他日前剛剛拍完第306以及307集,就是他拍劇以來的一次突破,這兩集主要是講詹姆同John,其中拍了長好近的哭泣,我真是哭得好淒慘。 。 入行拍劇至今第一次哭得這麼傷心,直情是哭到眼淚潛曬,所以都有用眼藥水,拍完反倒污起對眼還是覺得好淒。 。 至於連結會哭成怎樣大家倒實際的看啦,總之詹姆對詹姆的感情是真心的,而詹姆對詹姆是不是真心就不知了。 。 。 陳偉琦不介意因為演詹姆而被人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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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